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大家好 今集真是天大的面子 請到我經常聽的網台主持 Gary, Gary Kwan 和 Kobe 其實你不認識他不要緊 認識他就更加要追著我們聽 因為我們不久要找朋友來幫忙 那自己有,當然要再上 畢竟都叫自己搞網台 雖然以前也搞過States Tube Radio的時候 但是那時候是很孤獨的 因為完全不認識其他網台人 認識一兩個人做客串 那些人經常都不認識,很論盡 但是你以前States Tube也是一個先鋒 畢竟你也是較早期搞的 那先鋒有個好處就是 Support沒那麼強 認識那些人就認識得不多 還有之前我有個節目叫天外有天 我想重新回應 那些人就說快必 我做了他整個三年 但是你是同一個名字 但是你知道網上的人的印象很深 尤其是今時今日聽網台 那些人是不會覺得 只會覺得你是抄他 但是我覺得那時候我的天外有天 就更加配合到主題多於他 因為那時候我專門找一些奇蘭集政 那些不同行業的人 你有沒有聽過? 有有有 就是我找一些 譬如你在演唱會推麥克風做音響的 你無緣無故都會找到 那時候你找一些人 都是較為靈略一些 就是很多人想知道那些行業 甚至難聽說他們想入職的 你都要看看那些人 於是我就在考慮出不出 因為之前我的partner肥文 他經常蠢蠅欲動 誒 開麥克風 我有很多東西想爆 他爆了什麼? 演唱會裡面那些 內幕 直接下個星期六 還說什麼? 我還要先搞定一些場景 因為不單止他 還有一些音樂者 彈BASS 他都在聽我的節目 我還要我 我快要退休了 那你不如直接改名 錄一些苦主節目吧 有很多呼音樂圈 那就變成樂壇負能量 這個名字好 這個名字好 好恨量 樂壇負能量 其實不止樂壇負能量 全部都有 好不要用這個名字 那麼Hardcore負能量 慢慢讀 我先聽你的意見 他剛才 Gary和Coby說 不用介紹 不用多說我們 正所謂 認識就認識 不認識就算了 不認識就算了 因為你再不認識 那強行說就沒意思 說就沒意思 有一點點打飛機 那他們另外的節目 就叫做音樂次文化 音樂次文化 這個少人聽 我沒有資格上去 好像上過沒有 上一次 有啦 怎麼沒有資格 因為我記了一些東西 我記得很差 尤其是記了一些人的名字 他們的故事 我記得很差 不要這樣說 因為其實 你上來的時間 應該也有三年 如果我沒有記錯 但是這個節目出街 反而有些人就問回 我想買回 以前探長早期出過的CD 但是 我也不知道哪裡買了 對呀 我也回答過 我也不知道哪裡買了 就算我自己 我早期都不齊 現在你叫我問回 因為你那一集 介紹獨立樂隊 有骨氣是你 電骨頭 電骨頭是其中一隻 第二隻 那我自己 我覺得那時候 也是推崇一些 香港獨立樂隊 我覺得 找到我找到 找不到 就探長也幫你 我就有幾隻 全底的 我有個錦囊 就不買的 in case 我進了老人院的時候 拿出來看看 都長命兩天 大佬 的視畫兩天 你一旦有個記憶 就是當時做了些什麼 做了些事情之後 究竟有沒有反響呢? 就是公過表 通常那些人就是死了 對 但是你起碼現在看回 裡面的樂隊的名字 雖然有些 可能生活上 都膽出了 但是有些現在 都做得很出色 對 大家以為 按錯節目 這個的確是 猛鬼Studio 哈哈 其實呢 我就想訓練到大家 先不要這麼害怕 你的節目 都不是猛鬼的 如果這樣就好了 那些人又想聽鬼故 又覺得不猛鬼 大家越聽越慢 到最後那些通常最恐怖 哈哈 今天找Garry上來 找Coby 上次呢 我上去這個節目 你找我講鬼故 我已經很努力地講鬼故 但是你那個是真 我叫做人故來的 不叫鬼故 因為你這些人 你是第一生來的 第一生 第二樣是 其他的拍檔 或者你的朋友 是運得回 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 你不能騙 有些就說 不是喔 我隔壁屋哪個 或者我同事那些朋友 真的見鬼都是人的經驗 對 因為你永遠追究不到那個源頭 所以我自己覺得 而且那一集的反應 真的很好 是嗎 因為你起碼真的覺得 咦 真是第一生 還有真人真事 聽一出的 還有一個功能呢 就是講鬼故 但是很恐怖 其實我想 聽都會恐怖的 是 是 所以這次我就是禮上往來 我搞猛鬼節目 為什麼不要你們 其實我沒什麼鬼故 我那次 我就是知道你沒什麼鬼故 因為你這個人這麼理性 是 就是 有些童年記憶 先不要說童年 他們現在上班 會不會經過工廠大廈 那些 工廠大廈一定有 即是可能上班 即是我日上班都會經過工廠大廈 但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從小到大 也有一個很恐怖的感覺 就是搭電梯是最恐怖 是 你有沒有覺得 你講搭電梯 我有個搭電梯的鬼故 你不是 這麼快就喝了 不用進去 其實搭電梯 我現在不懂 在這裏上班 我就沒有這個壓力 因為只有三樓 最恐怖就是 那些電梯要上很高層又很慢 在電梯裡面 聽到淋淋腫腫的聲音 尤其是半夜 最可怕 是 還有以前我住在屋邨 雖然我屋邨是沒有電梯的 即是七層的 七層那裡 但我的同學那些 哇 真是多得不得了 以前的鬼故 不過又是你所說 又是不知有姑媽那層樓 即是都是別人的 即是最恐怖的一次 我親身經歷 一次鬼 即是搭電梯 遇鬼 就是我不肯定是否鬼 因為 山谷村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哪裏 山谷村 有印象嗎 山谷村 現在整個山被人倒在那裏 就是觀塘方向左邊 沒有那些屋邨 現在還說是沒有銀 拆掉了 整個山都倒在那裏 是嗎 是很恐怖的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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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搬去提交處 剩下一間,刁空了那裏 還有那裏 那裏經常都在等拆 所以房屋處不追得很緊 即是你不夠人處 不能夠清 它任何你自動留宿 即是照住 是的 於是我們就將釘到瘋人房 因為我隔壁 怕吵到隔壁一樣 我們常常都放工 有這個錄音 當時,我以前 如果好命的話 我僭一張唱片公司 如果不倒閉的話 起碼不是太極 就別人朋友 哈哈 我沒事勞 繼續 因為是同期的 然後我們經常通宵打單地錄音錄到早上上班 有一次錄完音,吃早餐 那時候天氣還沒光,因為冬天的天氣很滑 我按電梯的時候,我第一個飆出去按電梯 他們還沒到 一按電梯,對電梯開門 我想按電梯進去,誰知你還沒人 有個女人,又是很普遍的,分中間戴長頭髮那些 吵鬥鬥的那些,我當時完全不回意 因為一般辦公室的,我會由上班都是這樣 都很難睡的 通常都是 如果回到這麼早,有些特別的行業 看著早些更加睡眠聲鬆 我按電梯,不好意思,我正在來 我快點叫,有一個來到 我進去,預備 接著那個女人看著我,很牛 按電梯上 然後我就說,我立即要縮手 這樣就有你上班 然後當那電梯離開的時候 我沒有一個頂樓 真的這樣嗎? 是啊 但你按那個按下的按鈕 只有一個按鈕,那些沒有分上下 即是直接這樣 黑了什麼都被火機燒光 通常都是這樣,那你不是怕嗎 然後,奇怪 我當時其實不是很害怕的 因為他要是傻的 要是就專門玩你 通常現在很多的嘛 你按鈕這麼久的人都要隔離 是啊 但接著呢,最奇怪的就是 那電梯是正在下 哦 即是你出去之後再關上 根本你沒得上 是啊,已經是頂樓來的 嗯 接著我問回在那裡的廚房 他說,不是啊 我經常都半夜出去 都不會有人有這樣的造型 他從來沒見過 那不知道 我唯一覺得大話不假 就是那一次 都不是很恐怖 即是你起碼見到那個東西 見到那個人 叫你出去,你就是出發 他都沒有隱瞞你 是,沒錯 那你坐電梯的故事 側如沖 有多恐怖呢 人夫大廈 不是人夫大廈 無犯你那邊的工業大廈 很近殯儀館 那時候就幫個朋友 在工廠大廈工作 他有兩層的 12樓和11樓 嗯 很奇怪的 電梯逢是過了12點半夜 就永遠都突然間 一個小時就會在11樓開設門 嗯 時間制 沒有時間制 因為我們有想過 是否那個Secure 很空閒自己去按了電梯 但Secure通常都很不空閒的 趕著睡了 而且他睡覺的位置其實很遠 跟電梯的位置很遠 不會是惡劇 因為我們那些是電動門 我們直接開了電動門 等他上來開門 裡面是沒有人的 嗯 接著有一次就是 有個樂隊就在我們那個倉座 拍MTV 是 啊 那個MTV 之後 他們那晚是吵到飛氣 但是電梯是完全 那天是完全半夜 全部沒有開過門 那豈不是怕錯啊 不定的 是不是 他沒有理由 是什麼 問過Secure 我們沒有搞過 我們沒有設定時間 就是 逢是那個時間 就是一個小時 就開了前門 嗯 而且很吵的 但是為什麼 假定他是鬼 為什麼他這麼準時 那時候要做些事情 嗯 就是沒有人知道 會不會一個Secure是蠢流 會不會一個死了的Secure 是的 就是他不知道 他繼續上班 但他不知道自己走了 嗯 嘩 那就虧了 嘩 不過呢 我自己覺得 電梯的鬼故 其實我覺得 就 現在發展到 就只有兩樣東西 基本上 一種就是電梯裡面的設備 嗯 好像例如閉路電視 就是看到東西 另一種就是 現在大家朋友所說的 就是 只會把電梯上上落落 但其實他沒有 任何更加恐怖的東西 是在故事裡面 是 但是我要說一點 一些老人戀的東西 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曾經是幫朋友 做過一些 一些 歷史 或者資料搜集的時候 其實 電梯有鬼 在香港 嗯 其實在七十年代 不是很多 哦 竟然 其實不是很多 其實不是很多 但是主要來講 大部分 其實都是原出自 在八十年代 就慢慢慢慢 就開始多了出來 就是 是不是跟七十年代 其實電梯是比較少呢 你以為 如果說恐怖 你是不是更加害怕 但是那時候 電梯的覆蓋 比較少 唐樓多 唐樓多 例如我們現在 經常很害怕 那種 open 式的電梯 例如工廠大廈 拉閘式 拉閘式 你見到外面 那種感覺 驚訝 亦都傳 我曾經知道 某某 雙下 經過那些樓 為何會多一層 又或者少一層 其實都有很多這些 過運 但是 七十年代其實沒有 甚至是近乎零 為什麼 七十年代有些鬼故 就是很 basic 一些地方 例如我 冬城可以繼續說 什麼什麼墳場可以繼續說 麻雀鬼 很多這些 但是都是偏向五六十年代發展出來的鬼故 嗯 但是我自己的想法 有時候有一件事就是 我自己一講到電梯的鬼故 我第一件事想起有兩個事情 嗯 第一件事就是為斯里那本大廈的小說 嗯 不停上 對 第二件事就是 一套電影 空榜 嗯 講空榜呢 就帶入我們的話題 是的 空榜為何我會這麼 我覺得這裡這麼經典呢 嗯 因為還沒做空榜之前呢 就是我小時候呢 就是我爸爸就買了一層那些私樓來轉 嗯 那那些私樓還沒 就是整層都是新入火呢 還用一些板來擋住那個 那些 那我記得有一次 一個人 可能當時等三四年班 嗯 上上樂這樣 明明在樓下的 為什麼中間開了 一打開那個電梯 不是 不是 是專場 有兩棲的 哦哦哦 嚇到我呢 但是那時候沒有理由是這樣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很少機會 很少的 我是很深刻印象的 我嚇到 發了幾天 惡夢病了 害怕的 不是說那些人說得那麼神怪 那些人見鬼都害怕 我其實什麼鬼都見不到 但是呢 那種壓迫感 和那種靈異感 我是害怕了很多天 每天都發了夢 就是好像開門 出不去 或者在那條冷暗 以前的屋村 是黑漢式那種 只是看到路遠的一個光 就是那個樓梯口 是 就是前後樓梯口 是 每天晚上做夢 都跑不到 就是因為見過那個電梯之後 然後沒有多久就做空榜 哦 但是你是入戲院看的 我是入戲院看的 我自己就不是的 我應該就是80宗的時候 電影節的時候 是曾經入過系列 講新浪潮電影 我在那時候 我就開始看回 哇 當時 第一件事就打過突 因為鬼片 它用綠色燈 其實我覺得很厲害 當時是沒有的 是 它是首創的 其實是 它用綠色做背景 其實第一件事就是 嘩 雖然西方有很多 尤其是意大利那些 意大利不離殭屍 不如說回那時候 其實拍這類片的戲很大膽 因為當時的鬼片 所有都是跟殭屍 清朝的關係 絕對 即是再之前 甚至乎 用恐怖片 即是那時候 所謂的新浪潮 就是很多人讀電影 還有很多人參照外國片 很喜歡看外國片 因為比較先進 引進了香港的拍法 那空榜 算是非常經典的一套 不如說說哪個人做 好像是 秦祥林 秦祥 余以霞 這兩個主角 鄭卓士 鄭卓 鄭華 鄭卓 鄭卓 력 是多是大家都認識的 但是當時他十分年青 kobi 是從哪裏看的 Youtube 幫我當時 其實同性看起來 但知多別為ان peng happened 反正 Jeez 它是有一個層次很強 真的要描んだ 你不要想起中間那一段 插他的 而且 Nadie 今天的標準 那些特技嚇不到你 但他嚇你的並不是特技 是故事 是的 所以我們不如下一節回來 就進入空榜的政題 好啊